泰國的軍方政變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軍方將軍已經變成是總理了 是由這拉馬九世來任命的 但我們注意 泰王現在傳 已經傳到了拉馬九世 再來要傳當然是拉馬十世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 泰王現在要拼的是 要傳到時代以後 立長 你要知道陣王詛咒在泰國 當地人是深信不疑 那他詛咒什麼 他詛咒的是 卻克里王朝 他詛咒卻克里王朝 你們歷代的國王 我告訴各位 你們絕對稱不過第九代 好啦 那卻克里王朝 觀眾朋友指的是誰 就是目前泰國 現在他們王室 這個王朝 就叫卻克里王朝 而他說 你不能過九代 這麼巧 現在卻克里王朝的 國王鋪媚朋 他就是第九代 他第九代 那白話的講 過不了第九代 就是過不了你這一關 就是畫面中 你看到的泰王 意思就是說 正王的詛咒認為 你就到你為止 也就是說到了 蒲美朋 後面一代就沒了 對 你不可能有在 泰王的天下了 那前一陣子 因為本來泰國 前一陣子 泰國看起來 好像還OK 所以大家就 也就不以為意 那現在泰國亂成這樣 有人就說 天啊 正王詛咒 莫非他正在發威嗎 那是從什麼跡象來看呢 就是因為現在 蒲美朋 國王 他就真的經到 經歷了兩個大難關 我們先來講 第一大難關 就是在他現在 在細微畫面上面 耳熟能詳看到的 現在不是軍方已經政變成功了嗎 是 對不對 那軍方政變 按照往例 這個政變的將軍 比方說以這次為例 是陸軍總司令巴鈺嘛 他政變了 OK 那現在你們把原來的總理 林拉給推翻了 那你要去跟蒲美朋 國王報告啊 是不是 結果呢 這個陸軍總司令巴鈺說 有啊 我有要去敗業國王啊 那國王不見我啊 蒲美朋不見我啊 國王不見那個將軍 那你說蒲美朋不見他 有的人就懷疑 那時候一度懷疑就說 八成是泰王 不承認你這個陸軍總司令 政變的正當性 可是呢 這個話講完 沒多久就被打臉了 因為沒多久 欸 普美朋國王就發了一個書面聲明 說我承認 我承認巴鈺將軍你政變成功 所以將軍就變成總理了 那既然你承認 你為何不見人家呢 有人就說 莫非 你有什麼說不出的原因 比方說 你的健康情形是不是出現了狀況啊 好 那也有人講啊 搞不好是因為啊 可能 他們的勢力已經漸漸的勢為 NO 這個說法不對 你要知道 泰王勢力不但沒有勢為 他在目前全世界的王勢當中 還是排名No.1喔 然後你說他權力還是非常的大 對 英國獨立報前陣子就報導了 目前全世界上面所有的王勢 在位最久的是誰 普美朋國王 最有錢的是誰 還是普美朋國王 有280億美金的財富 不少欸 所以呢 他已經超越了第二名 也是文萊王勢的國王 比他多了82億美金 那你這麼講的話 那普美朋穩盪的很啊 他穩盪的很 沒有什麼陣王的詛咒可言啊 他又有權又有勢 他絕對沒有什麼權力示威這回事 所以他當然應該要見巴鈺將軍 可是他卻沒見 我再舉另外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 各位 1992年 當時呢 也是一樣泰國政變 政變的那個原因是因為 蘇金達他要出來選總理 結果沒選上 他不服 他不服之後呢 他就出來政變了 出來政變之後呢 普美朋國王 就直接把蘇金達叫過來 我們有畫面可以看喔 叫過來 當著全泰國人民面前 live轉播 你看到沒 你有沒有注意到 普美朋國王 將軍是跪著爬進去 跪著爬進去 再跪著聽他教訓 兩派人馬通通叫過來教訓 你說普美朋國王 他無權嗎 他無事嗎 錯了 他有權有事 他還可以教訓他們 而且全力可大啦 全力可大 因為他可以叫他下跪嘛 是不是 所以 這第一個難關 絕對 讓大家聯想到的就是 一定是他的健康 出現狀況了 好 那當然這是他們民眾的聯想 那另外 第二個難關是什麼 好 假設 真的泰王健康狀況 出現了一些問題 好我們也不要說出現問題 你就算你到時候 真的壽終正起 你也是要傳位給兒子嘛 對 兒子是誰 他是泰國的王廚 他並不是都待在泰國 他常年也會待在國外 比方說美國啊 別的國家 結果呢 就被人家說 他的私生活 不是很好 比方說五年前大家有沒有印象 曾經外媒就公佈了一張照片 這照片是說啊 這個瓦貞隆公和他的太太 我要先講喔 如果瓦貞隆公將來當了泰王 他的太太就是皇后喔 結果他跟他太太去吃飯的時候 他太太竟然衣衫不整 結果衣衫不整呢 服務生在服務的時候都可以看到他太太衣衫不整 那但是瓦貞隆公也不以為意 泰國皇室耶 那在國外可能覺得這沒什麼 但是在泰國那麼保守的國家 他們會覺得這難道是我們將來的國王嗎 這難道是將來我們要母儀天下的皇后嗎 泰國人就會有話想說囉 就會有意見喔 此外呢 在很多國際上的媒體 比方說 維基解密 維基解密就引用了美國的外電 外交意見 外交意見 他的解密 說 這個其實瓦貞隆公呢